很多業者他只標一個鴨血 他說我只告訴你你沒有鴨血 我沒有告訴你有沒有混其他的 因為我們民眾會混淆 但是業者告訴你我不是要騙你 我真的有鴨血 那這樣子到底該不該發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問題 市售鴨血很多散裝 老闆翻售時不一定會講出所有成分 有可能就導致消費者誤以為全是鴨血 但其實消極會抽驗鴨血產品中 約有七成以上都混有機械 且也有很多標示不清楚的情況 但是實際上我們採樣的部分 實相裡面有包裝的部分只有兩樣 有兩個有特別標示水血 他也告訴你說我不是純鴨血 那其他的都沒有 那針對這個部分如果不實的標示的話 根據食安法這個規定 這個是28條的規定 這個是不可以做一些不實 或是讓人誤解的一個規定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一些結論 有關第一個就是有關這個 目前針對這個鴨血的標示的部分 其實主管機關的意義 雖然剛剛我講它只是建議而已 它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主導 很明確的一個規範在 那民眾的在買 如果說買散裝的部分 我們覺得是非常有風險的 就剛剛檢驗長剛才提到 其實外觀我真的看不出來 雖然告訴我們說從顏色 豬血比較深 鴨血稍微淺一點 其實說真的一般人分不出來 那民眾大概要靠的就是標示 但是散裝這塊其實是沒有標示的 那在即使有包裝的部分 建議也是只是建議使用 而建議標示 但是實際上很多人還是沒有標示 我們這次有發現有一個 有一件是含芝麻醬的沒有標示 因為過敏源這個是對人體是非常 有些人會反映是很嚴重的後果 所以這部分標示也沒有非常清楚 那只要兩次都沒測到 那這次好像是沒有 那有些是測到一次 有些是測到兩次 那我記得總共30件的話 大概是算起來30件裡面有22件有測到 所以我們寫就幾乎大概就是7成 7成這個都有被測到 至少有一次會被測到 這個是我們做出來的這一個結果 那關於這一次做出來這個結果的話 我們說這個含芝麻醬的成分樣品 是不是就是混合積學 按照下機會我們大概比較保守的認定 可能還要帶主管機關認定 但是我們這次是比較嚴謹 就是用兩次同樣去測 所以我們覺得大概是有測 大概就是有測到應該就是有餐 那最主要的原因的話 就是說我們也去查的就是 雞血 鴨血跟豬血 我們剛剛在查 我們查不到市售的價格 但是要是我們去查雞肉 鴨肉跟豬肉的話 那價錢的話 大概就會差了蠻多的 譬如說我剛才去查的話 雞肉的話一台金35 鴨肉一台金62 那豬一台金85 所以從這個價錢來看的話 實際上是這個豬肉比這個鴨肉 然後最便宜的大概就是雞肉 所以用雞血來摻混到鴨血裡面 這個假如說基於這一個經濟利益的話 這個是可能性是蠻高的 鴨血量不足市場所需 一般市面上看到的鴨血 大多是由雞 鴨 鵝等 琴血混合製作 另外在後續加工可能再添加水分 磷酸 鹽類等添加物 因標示為水血 琴血等名稱 避免誤導消費者 因為這些其他的一個殘留 不管是哪一種血水 或是其他加工料的一個殘留 會不會對於我們的身體健康 造成一個危害 還有呢 這一個有時候如果說假設 這一個商品出了狀況 我們要去溯遠來追查 那到底這個商品它到底是 含有哪些哪些的成分呢 那這些成分可能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呢 所以我們才會去做這個檢驗 然後請主管機關 應該來加強有關鴨血的 這一個食品的部分 有沒有摻尾的這種狀況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呢 就像Misong剛才有講的 整個生產跟取水 然後製成成品的過程當中 也是我們非常非常擔心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到現場去 然後做這樣的一個檢查的工作 那我們也藉這個機會 因為今天我們看最新的新聞的報導 台北市政府他的記者會有講到說 大概東檸的這個事件 可能是工作人員的一個 因為工作人員的一個 採量過程當中 已經有查到那個成分 所以我們非常擔心 在整個生產過程當中 主管機關是不是應該介入 然後來非常仔細的 還有頻率高的來做檢查 然後避免食物的污染 危害到我們的身體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呢 剛才檢驗長也有提到 事實上我們從外觀上來看的話 豬血 鴨血或雞血 事實上不太容易從外觀上來做一個 談別 所以才需要靠標示 標示越清楚 然後讓民眾越清楚 然後來做一個正確的一個選擇 那一方面剛才我講的 如果出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溯源去對他看 到底是哪一個原料上的一個出問題 另外消極會也觀察到 這次調查九件市售金調味加工過的 麻辣鴨血類商品 若將一整包使用完 就會攝入1857到4000毫克的鈉 超過衛生福利部建議 每日鈉總攝取量2400毫克 消費者使用務必注意份量 避免影響健康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